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编这款耳环 准备9根72号鱼线长35厘米 一颗8毫米竹子,一颗3毫米竹子 还有一个耳沟 像这样的,我们准备两份 我们开始编 我们先取一根 开头我们凉8厘米 然后这个位置我们固定一下 这边固定好之后 然后我们开始挂线 对着 用斜卷节挂线 对着 继续挂线 像这样的,我们总共挂8根 8根挂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编 这根第一根为轴 这样遮下来 然后下面的七根围绕线 编 斜卷节 对着 对着 继续挂线 对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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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这一边好了 然后这一根轴线 我们再来编半个斜卷结 然后我们来编这一边 这一边第一根还是做轴线这样折下来 下面的都是为绕线 编写短节 好,这一边都编好之后 这根轴线跟这边一样 编半个斜卷结 然后我们来编第二层 第二层还是这根为轴线 这样折下来 下面这些线围绕线 这样边斜卷结 好,这一边都编起来 好,这边都编起来 好,最后一根轴线就跟第一层一样 还是编半个斜卷结 这一边也是跟这一边一样 这一边也是跟这一边一样 这根轴线这样折下来 所有的线做绕线,编斜卷结 所有的线都编好斜卷结 所有的线都编好斜卷结 这边第七层编好了 前面的六层 这根轴线要在这里编半个斜卷结 第七层的时候 这根轴线就不需要编了 就这样 然后这一边也是同样的方法 把它编好 第七层编好了 第八层就跟第七层一样 这样折下来 下面的线做绕线,编斜卷结 好,八层编完了 八层编完之后 是七八两层两根轴线在这 然后还有中间一根轴线 把这两根轴线 编反斜卷结 好 再来编这个 叶子编好了 然后我们反到背面过来 我们拿这根轴线 从这个位置往前串 然后在这根轴线上面 我们再穿一颗八毫米柱子 再穿一颗三毫米柱子 然后我们打个结 好 打完结之后 然后我们背面留下 这两根线 其余的线全部剪掉 打火机烫一下 线都处理好之后 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二钩穿上去 两根线 对穿 然后我们编两根舌节 然后一根细备 我就将它给了一根线 然后再加上一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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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也要 然后我们把多余的线剪掉 好,这个耳环我们就变好了 像这样的我们再变一分 好,两个都做好了